五場比賽的最後一戰壓軸呢 王建民就要登板 王建民 上一次在台灣先發頭球 大家知道什麼時候嗎? 已經是2000年了 四國五強邀請賽 之後他就跟洋機隊前緣 從此也沒有在台灣先發過 有穿中華隊球一出賽 那都是在國外 所以真的是十年 十一年來難得一見的 王建民等於他成名之後呢 首度在台灣來擔任先發 這個球 Bill Bray這個半局一上來呢 自己先秀一下守備 傳一壘完成了四殺 對一分的差距有救援成功的條件 又把Bill Bray換上場 他事實上就是唯一 在這次民進隊裡面的投資當中 拿到過救援成功 就是那第二戰 當時他第九局上來的比數 是5比3 兩分領先 他也是完成了那一次的救援工作 讓這個中華隊三上三下 那剛出局的是代打的黃毅坤 他也是這一次比賽呢 首度上來打擊 但是遭到刺傷 現在一出局輪到的是三類手陳偉智 Bill Bray他其實在紅人隊並不是closer 他是非常好的一個中繼投手 今天有二十個中繼點 單支 但他出賽了七十九場比賽 只投了四十八又三分之一局 所以看得非常清楚 他是基本上是上來只解決左達者 現在面對陳偉智兩個壞球沒有好球 看看陳偉智有沒有上來的機會 滿急急出棒的 行程的界外 因為只差一分 只要有一個上來者 中華隊就希望無窮 一毫兩壞 還是把球投進來 但陳偉智呢 並沒有掌握住 行程本壘後方的界外 還是一個界外球 在第二戰呢 Bill Bray上來的救援成功呢 實際上是演出了一個三上三下 當時是面對中華隊等於是 後段的三名達人 七八九棒 當時也包括了解決掉陳偉智 是那場比賽的最後一個出局 他把陳偉智 應該講是郭富里 他把郭富里一個三陣 那現在來到兩好三壞的滿球術了 這一球打飛 中間方向是Branderson的管局 結果遭到了接殺 中華隊形成了兩出局 所以Branderson今天也是打滿了全場 對 就剩下最後兩場比賽的 包括今天在內 所以這些人氣的球星啊 必須要多多出場才行 所以大聯盟民進隊這一次的調度呢 事實上也都有滿足了台灣的球迷啊 最後一個機會 對 藍一輪 不過又派上了郭富林 現在郭富林又上來了嘛 對 本來是藍一輪 那現在給郭富林 圍棒落空 對 背號13號 嗯 在陽記隊要做三連手都是要13號 好沉重啊 所以等於是第二次對決了 又是兩出局了 嗯 而且這次差的分數更少 只有1分 前一次還差2分 所以郭富林就代表追平分 什麼時候能夠有機會穿上這條而已啊 相信是郭富林心中的一個夢想 這不是又是父母子 這一個球滾地中間方向 矮把籃到之後 轉身傳夜 一個彈跳 沒有記手套 郭富林繞了一下壘之後呢 趕快回來 因為球滾得並不遠啊 補手在後面補位 所以郭富林這一次 沒有讓自己成為最後一個出局處 同樣是面對比爾布瑞 對 這一次就擊出安打 這球要記一個內眼的安打 連金手套講 就是現任的遊戲區的金手套 阿爾巴都沒辦法守下來 這球打得夠強勁 你看轉身 傳得稍微偏了一點 一雷手雖然身材這麼高大 但是也必須要離開一雷雷包 才能夠把這球攔下來 要不然這球恐怕滾到後面更遠 所以追平分上了 現在中華隊是有一絲希望 那現在是由林志賢上來做代打 第一球是一個好球進壘 而且中華隊經過了連續八名打者 每天上壘之後 才再度有上壘子 同樣是由第八棒打者上壘 那林志賢呢 昨天也是在比賽的後段呢 有上來代打兩次 都上壘 一隻安打加一個四壞球保送 但這一球恐怕沒機會了 恐怖熊貓呢 在界外區呢 把這個球給再劍接殺 結束了在九局上半呢 中華隊最後的反攻 那也結束了這場比賽 中場呢 大聯盟明星隊就是以3比2 一分之下呢 打敗了中華隊 也拿下了 來到台灣呢 所進行的這次比賽的一個四連勝 謝謝 謝謝